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写一个负回圈 写一个不是负回圈 用一辅来判断 如果这个格子啊 如果这个格子我这边是用一辅来判断 如果如果我每个都去执行 执行到一百的时候停 可以了解哦 就是这个内容我是写 只要它是一百我就停 好所以我们来去改写一下 怎么改写 怎么改写呢 像例如说这个地方 我先把这内容先全部都删掉 因为我觉得注解我们可能就不请你写了 但是我要从I2一路写 写到哪里 写到 只要这个格子出现是一百 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开发人员聚集 改写的方式 改写的方式当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啊 那个用一辅来用一辅写 连续执行 所以这边就写 所以这边就写 所以这边就写到这边 是数字 数字 不过重点是 不管是数字或文字 因为它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比对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去重新呼叫 呼叫什么 呼叫这个 sumlist1 sumlist1 I 对不起 是I 因为这是整栏 I栏的做法 好 那这样子的话 它是不是就可以 从头到尾去把它做完 我们来做多看 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放心 这边是不是有I栏 是不是等一下还有J栏 去资料收集 K栏资料收集 我会一路写完 而且不是很困难 因为你只是改写 因为你现在应该最会做的就是 改写 变数 程式你不太会写 但是那个变数 你会知道哪里需要改 好 你看一下 我现在 我现在这个Case成 最后是不是 这边有一个100 这我全部都设计好了 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可以使用这一招 之前我们是不是使用什么 空白我就停 现在是遇到100 我就停 随便你写 遇到星期一 我就派Monday去上班 前一阵子不是有这部电影吗 好 有没有放在这边 然后Data 是这个 然后我们开始去执行 开发人聚集执行 做完了 可以看到吗 我们电脑好像跑得不是很快 不过在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 那空白根本就不用去什么复制贴上 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空白还必须要另外改写 空白 空白我就只要执行往下一格就好了 你看 最后我是不是处理完了 处理完我们下来去看Data 你看这边是不是全部都跑出来了 是不是全部都跑出来 变成这个样子 我想应该没有很大的问题 只是在这个地方好像跑的速度有点慢 就是说 这里面总共有多少个资料 108个资料 有108个人 在这里面有出现108个人名 所以你看一下这个Data这边是不是出现 总共到109 因为第一列是我的标题列 所以总共是不是到108 请我们现在动手来做一下 请你代写 让程序可以整个 直接跑完 让程序可以整个直接跑完 úsica 使用 kunnen